久沒有來這邊釣 這個池子是野池啊 之前被外勞往漁差不多 後來又水灼 有一段時間沒來釣 然後之前就差點被填皮 歷經了非常多的劫難 今天來調查一下 看看還有沒有 天邊福壽裸超多的 水還是沒有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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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抓到兇手了 就是他,勾子在那嘴巴 他重覆了一隻 就是他,勾子在那裡 就是他,勾子在那裡 嘴巴沒有傷口 沒有舊傷口 到底這麼大 發停 跟剛剛那一條顏色不一樣 差不多這麼大 稍微... 巴留下巴 厲害 大水貨 大隻的 大隻的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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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隻一點的 大隻的 狀 大家好 今天在這個野塘這邊釣魚 野塘這邊釣魚的話,變化很大 但這個野塘就很淺 所以呢,你的浮標 浮標 可能一開始是用這種 這種就不太適合,太長 然後呢,後來就換這種 甚至這一種 比較小一點的OK 只要看得到訊號就好,浮標能夠立起來 不然的話,這個場大概不到一尺的話 非常淺 用太長的浮標還站不起來 反而會影響你判斷 那現在接近中午時刻 水溫會上升 所以就比較不適合 在做釣魚 因為這樣子的話,小魚也會浮起來 所以會比較吵 所以可能要釣這種很淺的場 比較適合在早上 或者是在傍晚之後 晚上也OK 晚上的話,隨錢的話 大魚比較敢靠近 那這邊有大魚 我是有看到的 OK 好吧 有機會再來繼續挑戰吧 我們下回再見啦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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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